《舞动乾坤3》,第三季上映后骂声不断,建模仇也就罢了,台词也能错。 《舞动乾坤》第三季终于上映了,但是有一说一,感觉前两集的质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,不是说整体不好,只是个别方面的制作似乎配不上这个IP的名气, 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原著看一下动画中的细节,当然啦,文章的所有内容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,如果您有其他看法,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 我们先看一下本集的内容,为了在两年后的宗族族闭上击败林阳天,林栋帮助清盘结成阴丹寇,开启部分石符,转修一流功法大日雷体,动身前往其中一枚祖福所在的大荒剧。 前行途中,为了保护被取名为小元的活猛虎得罪了大阳郡迪迦,黄雀带后夺走了迪迦和柳迦争夺的雷远金兽雷远,练化进入造行径和四印浮尸,击溃了两家追兵,联合吞噬雷远金兽后实力媲美造行径的小元敲诈两家。 林栋来到大荒剧,结石英之武馆,帮助他们解决血旧武馆的麻烦,脚迫上层武学魔原点。 为了获得修炼他的魔原精血,林栋前往远古费剑,驱虎吞郎得到了远古龙原本领精血和万兽果,在大葵城,林栋得到了一个藏有能荣和原力和精神力的阵法的运神蒲团。 林栋请灵符师将天灵古己升为高级灵宝石,引来英葵宗灵符师华宗的祭于最终林栋借助运神蒲团轰纱华宗,吞噬其精神力一跃成为低级灵符师,不用万灵果晋升造行径大成,击吹了追寻而至的华宗父亲华宗。 在大葵古碑,林栋玩虐玩虐王颜,得到吞噬祖福前任主人黑童老人的认可,借助十福之力沟通悲魂,取得大葵宗正宗武学大葵求天旨和少量宗派宝藏,借助到跨五碑之力冲入到气境。 为了取回被英葵宗拿走的吞噬祖福,林栋潜入英葵城,抢走了祖福。 之后为了躲避追击的林栋被迫进入了悬音舰,花费半年度过黑暗之界的魔力,取得祖福认可,进入高级灵符师。 通过祖福吞噬悬音箭中的地煞寒气,突破至半步造化镜。 林栋血洗英葵宗后,前往大严郡参加林氏足底。 剧情大致说完之后,我们再看一下这两集动画,平心而论,是这部动漫把我带入了动漫圈子,又是这本原著把我带入了小说圈子,可以说它是我心中的经典,没有哪一部动漫或者哪一本小说可以超越武动乾坤在我心中的地位。 当我看见第三集定档的时候,原本是非常开心的,但是看了两集之后发现这一季的建模真的是让人崩溃。 在第一集三分十五秒的时候,大家可以去看看,不能说是完全不一样,只能说是毫无关系。 如果不是上面标注的林栋两个字,我都会以为他是别人,中间男主的脸他突然又变了,丑也就罢了,你一集当中一个人物出现两个模型是什么操作。 如果上述问题还能用观众审美不移置堂塞过去,那台词错误又是什么情况呢? 第一集制作组直接把把造气境和造行径弄翻了,而第二集台词又改回来了,这难道是闹着玩吗? 还有这剧情跳的也太多了,要不是我之前重看了小说,不然都看不明白,更别说没看过小说的动画档了,上一季换围虽然也跳了剧情,但至少没这么夸张啊,现在倒好,直接关联不上第二季了,你至少做个开头的过场动画先接一下啊。 总之目前这两集给我的感觉是乱七八糟的,制作组一点都不用心,这么小的问题都没发现。 而且这个打斗也真的是游浪雪茵临住发展的趋势了,两集看下来也是一言难尽。 当然,说了这么多不是要否定大成的努力,只是希望制作组能多用点心,如果说技术性的问题难以解决,那至少把台词这种小细节打磨好,不要辜负了粉丝们的期待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